我告訴你,如果是美國總統、副總統、國防部長、外交部長、 美國印太軍區司令、美國印太建設司令都說要打, 他叫做沒有打,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,他只是大打、中打、小打, 大打就是核戰爭,中打就是不用核戰爭, 陸海空軍全球對打,打日本、打韓國、打美國本土, 小打就是台灣和台海打,這叫大打、中打、小打, 美國目前他都準備了,美國大打、中打、小打都準備了, 他公開宣布我都準備了,那麼如果小打國家, 那就是美國12個航母艦隊都來,美國空軍全部出動, 另外就是空軍我們損失小一些, 那麼,這個,因為我們是準備了巨量巨量的中導,中程導彈, 地對空和地對艦,我們地對艦的導彈使得美國航母艦隊無法接近海海, 一千到兩千海,他根本來不了,他來不了, 航母是進不來的,我這導彈來死,你就是用飽和攻擊, 比如說一個航母能同時攔截100個導彈,我就用200個打你, 我給美國12個航母艦隊都準備了乘以幾倍的這個,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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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導彈,反正你進不來, 你美國空軍是很強的, 你一個飛機我給你準備5到10個導彈,地對空導彈, 而且我也不打美國,我不打夏威夷,不打關島,我就防台海這一段, 對,你進不來嘛,我們大陸就是最大的航母母艦, 對呀,是不是,你怎麼給我打的, 那你把我航母擊沉也就擊沉,你可以從美國,從夏威夷,從關島, 從日本,從韓國,擊沉中國航母, 那為了解放台灣沉就沉了,而且我航母在哪,你還說不清了, 我航母現在就剛好停在紐約海外,我上面支援了200個原子彈, 說你要敢碰我,我就發射,你還是不敢碰我, 哈哈,對吧,總之辦法很多,我不是軍事專家,我不發言了, 那麼中打代價就比較大,中打按金蔡榮的說法, 抹掉中國周邊330個美軍基地, 美國在第一島鏈,中國周邊有330個基地, 其中以駐日沖繩基地最大2萬多人, 和駐韓國基地兩三萬人,這是兩個6萬人, 外加其他的4萬人,在其他的小基地一共330個基地, 金蔡榮說,解放軍有能力10個小時把他們摸掉, 我同意,還有就是李立大校, 全國全世界總統,李立大校建議說,先下手,先下手, 打掉第一島鏈這10萬美軍。